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讲解view.js的第九课 上一课咱们讲的是计算属性 今天咱们讲一个和计算属性差不多的属性 叫做观察属性 这个其实我起的不好 它叫观察属性也行 应该说吧,观察在这里面是个动词 属性是个名词 就是说我观察属性 咱们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整体上的名词 咱们把观察想成动词 把属性想成名词 就说有一个观察的行为在里面 好,咱们看 今天的知识联,观察 大家请看,watch watch这个英语发言 英语发言叫watch 然后意思就是说我看 就是我看谁 比如说我看电视,watch TV 对吧,就是说我看的这么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干嘛呢 就是说我盯着谁 就叫看嘛,watch 那么咱们今天这个属性呢 就是好好看一下 咱们到底在这个view.js里面 咱们看谁啊 好,咱们看一下我对这个watch的定义啊 就是说首先说 它和咱们上期学到的 computed计算属性的类似 它呢,用于观察变量的变化 然后呢,进行相应的处理 够难的,够难理解的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我觉得 就是说第一,我认为这么总结比较准确 第二呢,可能对于新手来说 对于初学的朋友来说 相对比较难以理解 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咱们这个程序中有个变量 一旦这个变量发生变化 那么咱们该做什么处理呢 相当于这个网页中的这个 unchange这么一个事件 就可以了 比如说当这个文本框 输入内容发生变化的时候 该做什么处理呢 这个watch和unchange是一个道理 一个意思啊 把它可以理解为unchange的事件 大家请看我这后面加括号啊 这写的什么 我从angular而来 因为什么把angular里面也有这么一个watch的这么一个方法 我认为啊 我认为啊 就是说这个view.js 它是学你angular 其实啊 我现在目前以我经验来说 computed 就是这个计算属性 操作一般的处理呢 应该是足够了 但是为了一些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出现 这个view.js呢 也给咱们准备了这么一个watch的方法 这么一个watch的使用的方式 咱们只要知道 如果在这个computer 这个计算属性处理不了的呢 咱们考虑是不是呢 能够能用这个watch的方法呢 来处理 好 咱们说这么多了 估计初学的朋友可能听不太明白啊 没关系啊 咱们看例子啊 咱们还是举任天堂 这个新一代主机switch发卖的例子啊 咱们看 今年3月3号发卖的任天堂 新一代主机switch的价格是 这个呢 和上期是一样 然后含税价格是和上期也一样 这和人民币和上期也一样 但是咱们的代码实现呢 稍微有一些区别 注意看 在哪里 上一期 咱们这个view实例的对象 属性呢 数据属性呢 只有一个价格 咱们看一看啊 如果不信的话 咱们看一看啊 咱们上一期的例子中 大家请看 只有一个价格 然后咱们这期呢 注意 咱们既多了一个含税价格 还多了一个人民币的价格 这两个价格 这两个属性呢 在上一期的讲解里面是计算属性 在这期里面就不能当计算了 因为这地方咱们需要沿用这两个变量吗 所以呢 把它又定义成咱们整个这个view实例的两个成员的属性 这可能是watch里面比较特殊的一点啊 就是说 在咱们计算属性里面根本不需要这两个变量 这两个变量呢 作为计算属性 而在这个watch的这个实现方式里面 这个里面呢 必须要定义为data的属性 这是和上一次咱们讲的计算属性的一个区别 大家请注意 好 然后咱们看具体这个watch怎么实现啊 咱们在这个view的实例里面 再增加这么一个watch属性 里面大家请看 有这么一段代码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price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很重要啊 这是今天这期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我watch 我看谁 我看这个price属性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说 我watch 我盯住price的变量 当这个变量发生变化的时候 调用这段函数 这个变量名 这两个名字要完全一致啊 比如说我是起price1行不行 那不行 这怎么按成这个 起1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这个变量名 它没有1吗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咱们要注意 好 当这个变量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会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呢 会传进两个参数 默认的啊 一个是新参数 一个是旧参数 什么叫旧参数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价格多少 Switch的价格 299,980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299,980 然后比如说 我这给它加了1万块钱 那这个传进来呢 就是399,980 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这个呢 我把它打担出来 一会咱们实际运行时看一下 就是说 呃 当掉这个函数的时候 这个呢 是新的价格 这个是旧的价格 咱们注意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函数的 另外两行代码 就是为 这两个属性进行复值 请看啊 含税的乘1.18 然后人民币呢 是在含税的价格基础上 再除16.75 换句话说 呃 咱们上一期的计算属性呢 在这一期里面 变成方法的 普通方法的实现代码了 我感觉这样写呢 数据 呃 代码有点勇余 而且呢 可读性不像上一期这么好 而且呢 代码的维护性呢 也不如上一期计算属性那么强 但是您只要记住 这个呢 其实是一种实现方式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咱们讲完了 这个属性 然后再讲完了 给两个计算属性 给两个普通属性 复值 那么咱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啊 呃 我呢 在这个例子中 还给大家添加了一个按钮 大家请看 这个按钮写什么 加价1000块钱 呃 主机卖的更贵啊 加价1万 加价1万啊 不好意思 加价1万 然后呢 我这定义了一个按钮的方法 这是个click事件吗 这有一个按钮方法 就是说 当我在这个页面上 点击这个加价1万日元按钮的时候 它会调用这个BTN Click 调用这个按钮事件 然后传进来1万块钱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是BTN Click吗 在这个地方要对应的协商 这是在方法 BTN Click的方法 然后呢 在这个方法里面 把咱们这个新的价格 1万块钱传进来 然后呢 大家注意看 让咱们的这个 View的这个实例 Price的属性 这个价格 咱们这边写 加上传进来的这个价格 如果是1万呢 这个New Price就是1万 如果这是1000 这呢就是1000 那就是说 让咱们现在当前的价格 再加上传进来的1万块钱 这个呢 就是咱们按钮事件 按下之后的处理 好 这么说呢 可能大家听的不太明白 没关系啊 咱们实际运行 直接看例子啊 我把它拷贝过来 好 就这么一个例子啊 咱们现在马上运行 第九期 好 请看啊 大家先看这个和上期的区别啊 今年3月3号发卖的任天堂 新一代主机 Switch的价格是 299,980 这个没问题 是原 含水价格为零 折人民也为零 这是为什么 就看啊 初始的价格是多少 299,980 对不对 那么我初始的时候 这个价格的本身 发生变化没有 没发生变化吗 对不对 那我watch呢 我是盯住这个价格 当这个价格改变时 我才调用这个函数 那这个价格 它一上来就是初始值 就是299,980 它变没变 它没变 没变 我是不是就不掉这个函数 我不掉这个函数 那默认这两值 是不是它就是为零 说对了吧 就是为零 所以画面上显示的是为零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咱们注意 咱们只有当这个价格 发生变化时 才会调用到watch里面的 这个行为 好 那么接下来 我点这个按钮啊 我让它加1万块钱 那我让它加1万的话 是不是这个价格就变化了 一旦变化 这个watch一看 这个价格变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很好办啊 它就会执行下面这段代码 好 咱们看是不是啊 然后同时呢 我要再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新旧值的区别 所以呢 我把这个 呃 孔罗姆的控制台打开啊 好 咱们注意看 呃 新值 旧值 也都会打相应的打出来 咱们试一下啊 我现在开始点了 大家注意 3 2 1 点 哦 加价了 请看啊 呃 29980 变成39980 这更不买的太贵啊 含税价格相应的算出来 同时 折合人民币呢 也算出来 2500 这够贵啊 相当于2600啊 然后咱们大家注意看下面 也打印出来两个值吧 前面这个是新值 后面的这个是旧值 对应这个地方 这是新值 这是旧值 咱们在这个控制台里面 先打印出新值 再打印出旧值 新值是3万 旧值是2万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呢 画面上数据算的也都对 咱们继续加价呢 他继续打呗 对吧 啊 卖的越来越贵 这一看就是奸商啊 这东西卖的越来越贵啊 其实根本不值那么多钱 好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今天的代码的内容 但是呢 还没有完 为什么呢 咱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说初期化的时候 我如果想用watch 而且想它显示 这个该怎么办 对吧 我初期化不能这0啊 那就咱们做一个这个 网上商店 结果初期化这寒水被0 人家用户帮就定了 结果人家不花钱就买走了 这不可能吗 初期化 咱们想用watch机制 还让它自动算出来 该怎么办 这么办啊 为大家写个例子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初期化呢 咱们就得把它变成0了 对不对 让它发生一次变化 好 然后呢 把初期价格变成0之后 咱们在下面追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咱们写上这个myapp.price 让它等于29,980 注意看 就是说咱们在这个view对象实力的时候 并不给这个价格复值 而是说当整个这个view的对象实力化完之后 咱们在手动给它进行复值 这样的话呢 让它由初始的0变成咱们设定好的29,980 让这个价格的这个本身的内容发生一次变化 如果它发生变化的话 watch呢就会监测到 监测到之后呢就会执行 那么咱们这段代码出来的结果就是说 当页面装载时 价格会出现 然后含税价格同时也会出现 打完成咱们计算属性相同的效果 但是代码呢稍微勇于 咱们看一下效果 好我先刷信了 走 哎大家注意看 出息价格出来 同时含税价格人民币也被计算出来 这是没有问题的吧 然后哎大家注意看这地方 嗯 薪值是299,980 老值是0 完全符合咱们的逻辑吗 老的值是0 薪值299,980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当咱们加价时 哎 上面是也加价控制台的新旧值 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个呢 就是watch和计算属性的区别 请大家注意 好 那么这个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今天的代码呢 就是这样 不知道您呢 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啊 今天的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了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参照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